大家好,这里是龙话说剧 稳坐大腕椅,不问公司车的大老板 采取特殊手段,使自家企业更上一层楼 乔装卧底,潜入自己公司 今天给大家带来卧底老板第22集 四阔谷和高山草原是美国最大的滑雪度假胜地之一 有超过6000英亩的土地,价值1亿美元 安迪是这家公司的CEO 他的祖父是影响他一生的人 起初安迪跟随他祖父的脚步,学习自然资源管理 后来大学毕业后,在滑雪场结束实习后 意识到滑雪行业的前景广阔 现在他已经在四阔谷工作两年之久 为实现世界前五的滑雪度假胜地 他打算卧底到一线,看看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想听听员工们说的实话,然后一起交流,改进 安迪将伪装成一名电脑程序员,到一线工作 告别佳人,卧底之路开启 卧底的第一份工作是当一名儿童滑雪教练的助教 带他的是贝内特 贝内特在这里已经工作了7年 他说由于四阔谷的收购,导致经营方式也变了 现在这里急缺滑雪教练 过了一会儿,贝内特的同事带来了今天要学习滑雪的孩子们 安迪看起来很喜欢孩子们 贝内特觉得,要是给他几天的时间 让他好好上课,那他一定能更好地上任 贝内特一直关注这三件事 安全、乐趣、教育意义 这让安迪感觉他棒极了 很快休息时间到了 安迪了解到,贝内特一直想当一名直升机滑雪教练 这一直都是他的梦想 安迪为今天没有带头盔的事情向贝内特道歉 贝内特说,以前的高山草原是他们给发头盔的 要求他们必须要戴上头盔 自从斯阔谷收购了这里后,就再也没有这个要求 这件事让他很生气 两年前,他要拿着头盔到休息室里 头盔像是被刀劈成两半一样 如果这要是人的话,可能当场就死了 听到这件事的安迪感到很惊讶 他决定回去一定要颁布一个关于戴头盔的政策 第二份工作在高山草原轮值夜班 他想和地形公园的员工们一起工作 带他的是克里斯蒂 克里斯蒂开始带着安迪熟悉工作流程 他们需要把板子弄平一些 确保起跳的顺利 克里斯蒂拿着铲子,带着安迪一点点的铲 工作中,克里斯蒂总是带着笑容 笑声也非常具有感染力 安迪也逐渐融入进来 两个人的工作看起来很顺利 但其实,安迪把血铲的乱七八糟 克里斯蒂开玩笑的和他说 想要十万美元来买一辆铲血车 这样他俩就可以扯平了 克里斯蒂和他的哥哥一起生活 哥哥是尹君子 他说每天都守着这样一个人真的很痛苦 他的爸爸也在一个月前去世了 人生苦短,要做一些喜欢的事情 滑雪可以让他暂时的忘记一切 听完这些,安迪能想象到 克里斯蒂必须面对生活的挑战 即使如此,他还是一个积极向上 有着乐观态度的人 第三份工作在斯克谷的巡逻队工作 带他的是塔克 今天的任务是雪地巡逻 塔克会教安迪如何在雪崩时搜救 他开始让安迪拿着探测仪开始搜救 安迪拿着探测仪有些犹豫地滑了出去 塔克在他的耳边不断地喊着 这样可以给安迪增加更真实的感觉 他加快了搜寻速度 很快他收到了求救信号 跪在地上迅速地把雪挖开 找到了发出信号的探测仪 安迪通过了这次测试 接下来他们两个开始在山上徒步巡逻 他们把山上的警告标识又加过了一遍 很快他们到了徒步的巡逻小屋 聊天中,塔克说自己马上就要结婚了 准备在撕阔谷的坡上举行 打算去欧洲滑雪度蜜月 安迪对塔克说 一天到晚在雪地工作 度蜜月也要滑雪 看来爱你真的很喜欢雪 第四分工作和缆车机工一起工作 带他的是查尔斯 早上五点半 两人开着雪地摩托 出发去工作地点 到达工作地点后 查尔斯开始给安迪介绍缆车是怎么运行的 教安迪检查缆车是否出现故障 很快安迪就上手了 他发现了轮胎的问题 他们把卸下来的轮胎拿回了车间 在车间里 查尔斯在打量了安迪 安迪也发现了他盯着自己看 他打算直面查尔斯 安迪问他为什么要盯着自己看 查尔斯说 自己认出了安迪 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安迪的卧底暴露了 他还是很好奇关于公司的问题 所以安迪继续问了查尔斯 看他会怎么说 查尔斯所在的部门 是个非常辛苦的部门 其他人需要修理什么 或者安装什么 都需要来求助他们 如果遇到暴风雪的天气 查尔斯他们还需要手动的 帮助缆车上山 不会有人闲着的 每天很早就来工作 没有时间吃饭 或者干其他的事情 直到所有缆车开始工作 他们才能休息 今年夏天 有两名非常优秀的机工 因为公司的管理问题 辞职离开了 安迪很感谢查尔斯 能坦白的说出这些问题 当公司前进时 他们需要找到一个方法 让员工们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卧底工作已经结束 经过这一周的卧底工作 安迪了解了自己的团队 要怎么和雪山和谐相处 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和安迪接触的员工们 都被召集到公司 当安迪揭晓自己身份时 除了查尔斯以外的 其他三人都很惊讶 第一个见的是查尔斯 安迪非常感谢查尔斯 以及他的团队 为公司所做的一切 安迪知道查尔斯 曾经也去过其他公司寻求机会 所以为了不再失去优秀的员工 安迪打算将查尔斯升为主管 他相信现在的查尔斯 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还打算给他2.5万美金 让他把自己改装的赛车 再改的更好一点 这让查尔斯有点不敢相信 觉得这一切都太不真实了 他很感谢安迪为他做的一切 第二个见的是塔克 安迪将他调到了安全部门 因为他能时刻心系安全 塔克的激情 使安迪想到了自己的20岁 那时候的他很不容易 但也收获了颇多 安迪知道塔克还没有多蜜月 所以打算给他两张 头等舱的机票 让他和妻子飞去阿尔卑斯山 玩几个星期 期间产生的所有费用 都由安迪承担 塔克迫不及待的给妻子打电话 说了这一好消息 这让妻子感到不可思议 第三个见的是贝内特 他给安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贝内特的教训方式 安迪很喜欢 公司准备给所有员工都提供头盔 来保证员工们的安全 安迪将出钱 让贝内特成为一名合格的攀岩教练 还给他找了一个飞行员教练 来帮助他拿到飞行执照 安迪会一直帮助贝内特 确保他完成操作直升机滑雪的梦想 安迪期待着他的梦想 有一天会成真 第四个见的是克里斯蒂 安迪和他工作很开心 他想帮克里斯蒂分担一些压力 所以准备将克里斯蒂哥哥送到戒毒所 帮助他的哥哥戒毒 因为他喜欢山 所以还打算给一万美元 让克里斯蒂当作搬家费 还给他买了一辆雪地摩托 这让他以后上班就会方便许多 听到这些后 克里斯蒂感觉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 克里斯蒂说安迪拯救了自己的生活 这一周的沃迪工作 让安迪知道了 公司还有很多地方都不完善 他会努力的将这些不完善的地方 一点点变好 今天的沃迪老板 第22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想继续观看 我在频道等你哦 我们下期再见